他说他14元就捞了小米 谁知道又再跌过 他说有没有反弹的空间 好像市场都很不喜欢这只股份 其实这只股份是手机设备类型的股份 基本上如果你看到 信誉、比亚迪电子、优太科技、水星科技 其实那个表现都差不多 它不是特别差的状况 只不过是跟着整个板块的走势来走 股价落到10.5元附近的位置的时候 就是靠稳了 现在距离低位的时候 都已经是弹回1成左右 暂时来说 如果他再回调的话 可能都是靠稳在11元这些位置 不算是有一个很大的下行压力 其实观众12个多买入 亦都不算是一个很差的位置 基本上它都是在一个很有利的位置之下 来到它买入的 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状况 所以变成了 如果它不是连续两个收低过11元的话 可以有些耐性去等一等它 如果当资金再次重新投入这个板块的时候 股价就去14元或者15元的话 绝对有机会 所以要有些耐性去等一等 你觉得等到的? 我觉得今年是有机会到的 好的 好吧 打击 小声 太复见了 好 语